那个 啥呀 陈什么园 妮妮和张震演那个 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的了 来了 看看 我没看过 黄老师说她没事看 文姐说老看 那么好看嘛 妮妮多漂亮啊 别的理她也漂亮 她不用回到这里 哎呀真漂亮啊 你瞅瞅 你看你也在家这样看书 哎呀我嚼着 太好看了 真白眼了 这家伙 演组音有那种感觉 包括歌手啊啥的 就等着一周完 看 都第九次出发了 而且我感觉大人探老在录 我感觉何老师一整就去录大人探 没事去录大人探 比如说要找一个贼酷 贼撒 然后贼飘逸 很清冷 你说你除了妮妮 还能想起来一个人不 刘亦菲 刘亦菲长得还稍微柔和一点 是吧 万倩 万倩 嗯 就是这种清冷性 对 这刘诗诗也可以 刘诗诗 她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厉害 比如说我今天有点 对哪个同事或者对哪个 哪个碰到什么人 我有点不高兴 就会回去慢慢嚼这个不高兴 就嚼一夜 谁啊 什么事儿 就是咱上次啊 我对你很不高兴 没有 就譬如说同事之间 或者是朋友之间有什么矛盾 心里就会不舒服 然后会憋很久 然后会憋到不行了 才发一片长的 陈律师直接就说 直接现场就说 你今天让我很不高兴 我给你绝交 拉黑 然后可能第二天就好了 她现场也发完那个情绪了 那她有点像孙姐 像孙谦 像孙谦 对 孙谦前往下来也是这么说的 好羡慕 那感觉她们应该 她应该是挺易的吧 你现在住杭州啊 嗯 你搬到杭州去了 对 北京人太多了 那你在杭州认识的人多 她在杭州有的时候 孤寡 孤独地在屋子里面哭 你看过《甄嬛传》吗 甘露寺 你知道《甄嬛》在林云峰吗 什么东西 甘露寺吗 她就是甘露寺的杭州生活 以前小时候看过那个淘宝 男装那种 你俩真的什么都干了 好妹妹男装小卖部 去私集新进货 然后跟别人说 拿一个M码一个L码的 我们打 得说拿 拿 就不能说买 拿一个回去打个板什么的 打个样子 然后呢 因为我俩穿的就是M和L 她说 耐不动的话就自己穿 然后呢就回去去拍 就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就去坐车去逢个 不好啊 那快怎么办 赚了 能赚一点 买菜的钱呢 两三千块钱呢 一个月能赚 好舒服呀这个感觉 吃饭的钱能赚出来 那会 要做客服 要啊 就是我 我是店面装修 现在说宝宝 宝宝 刚那时候跟我们小区的快递员都可熟了 三家 什么中通的 圆通的 都各种打电话 这种感觉好好啊 我也觉得 他那阵半年多了 住我家 在无锡考研 也没考上 不让你俩干起来了 但他没兼职呢 后来就红了 因为唱歌更赚钱 其实对这个 杨舅郎和他们这个也觉得不错 王苏龙的人行立牌 可以让他打那个枕头大战 可以吗 不行吧 枕头大战能把人打死 不行不行不行 手速接招 这个是他的地方 不行不行不行 好可爱